新闻首先我们带你来看到是新庄丹凤国小的运动场地 原本因为这个相当老旧的关系已经是不堪使用 因此校方积极的争取补助款来进行运动场地的整建工程 那么这项工程终于如期的去年年底的时候完工 而且通过验收 那么校方也期待新的运动场地 未来不只是学童的运动场地 更是社区民众大家喜欢来到这边休闲运动的好地方 西洋区丹凤国小原本的运动场地因为老旧问题 深怕影响学童运动伤害 因此校方积极争取补助款项 希望让老师还有学生以及附近邻里的社区民众 能有一个活动空间一起来使用 如今这项工程在102年底如期的完工 并且通过验收 而且还以整形的面貌来启用 丹凤国小运动场地在多年前 我们曾经向教育局申请经费已经入岸 但是我们还要再稍微等一下 于是宋明宗议员和陈文志议员 就帮我们催生了这个运动场的经费 那教育局把经费拨过来以后 我们在去年的7月底开始动工 一直到11月底 全部完成修建以后 有了非常美丽的操场 那几经验收直到现在我们要正式的跟所有的社区民众公告 我们的操场正式启用了 欢迎大家一起到丹凤国小来运动 看到学校的运动场地修缮完成 当天前往关切的地方民警人士也指出 经过改善的设施也让学童的运动更加的安全 我们的丹凤国小之前的跑道就是破损不堪 因为之前都是用维修的方式 然后修修补补 那宋明宗议员服务处这边 知道以后就来协助我们那个丹凤国小 来争取这个经费 然后协助我们整个跑道的整修 幻难一心 然后让我们的学童有一个良好 优质的学习环境 或是运动环境 那也提供我们附近的民众 能够有一个良好的休闲运动空间 重新整建的墓地 校方也希望这里能够成为社区的乐活运动中心 用家乐新闻新庄采访报道 再次修修补发 比如说这么多 好了,我反正想需要